快乐的人生便是成功的 不快乐 一切皆枉然 有再多钱 再多人情物 长得再美 都是无用的 快乐用钱买不到 但可以靠自己创造 为什么有些人拥有的很少 但却很轻松自如 因为他懂得快乐的秘诀 今天我们分享一下 如何运用吸引力法则 过得更快乐 变得快乐的五个方法 一 光是想一件快乐的往事 就可以改变人生 再苦的人都有快乐的经验 去放大那份快乐 就可以改变你的人生 处于低潮时 你就算想起了这句话 也无法在脑中 找出那快乐回忆 该怎么办呢 那就是要为自己做好准备 平日就准备好快乐日记 把幸福的事写下来 当你内心充满黑暗能量时 赶快拿出来清理一下 晴天就要为雨天做好准备 这是一种积极的态度 认识到即使在困难中 我们也可以寻找和拥有快乐的经验 这种心态可以帮助我们改变自己的人生 当我们专注于快乐的瞬间 并独立放大这些经验时 我们可以培养更多的积极情感和幸福感 这种转变可以影响我们对生活的看法 使我们更加乐观 积极 并能够更好地应对困难和挑战 改变人生并不容易 但通过培养快乐和积极的经验 我们可以逐渐转变自己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 我们可以学会更好的欣赏生活中的小事情 从中获得满足感和喜悦 同时我们也应该明确认识到 人生中不可避免的会有困难和挫折 这些经历可能会使我们感到痛苦和失望 但正是这些挑战塑造了我们的成长和智慧 因此重要的是要找到一种平衡 既要努力追求快乐和积极的经验 又要接受和处理生活中的困难 这种心态和行动可以帮助我们改变人生 创造更丰盛充实和有意义的生活 快乐时你会把快乐的人 快乐的是快乐的境遇吸引到自己的生命中来 二 专注于快乐的想法 忽略不快乐的想法 人是无法说正面就正面的 得慢慢来才行 负面力量也总会偷偷溜进我们的心中 学会忽略非常重要 它是不好 但你不用受它影响 意识到它的负面 让它流过 如果太过聚焦于其上 还可能变成你脑中的永久记忆 你愿意永远记得它吗 重复想了七次就会印入脑中 谨慎面对你的思想 人类情绪和思维的运作是复杂而多样的 我们无法总是处于正面的状态 负面的情绪和想法有时候会不期而至 并且对我们的心理状态造成影响 面对负面力量 重要的是要学会处理它们 并寻找平衡 以下是一些方法 可以帮助您应对和管理负面情绪 自我察觉 学会观察自己的情绪和思维模式 当负面情绪涌上心头时 试着停下来 认识到这种情绪的存在 接受情绪 接受自己感受到的情绪 不要抗拒或压抑它们 承认这些情绪的存在 并容许自己感受它们 寻找支持 与亲友分享你的感受 找到可以倾诉和理解的人 有人聆听和支持你 有时可以减轻负面情绪的压力 培养积极习惯 培养一些积极的习惯和活动 例如运动 冥想 阅读 听音乐等 这些活动 可以帮助转移注意力 并促进积极情绪的产生 怀有感激之心 意识到生活中的积极面 和感激的事物 每天花点时间思考和写下 你感到感激的事物 这有助于培养乐观和正面的心态 寻求专业帮助 如果负面情绪和压力持续存在 并且影响到日常生活和幸福感 考虑寻求专业的心理辅导或治疗 专业人士可以提供有效的工具和支持 帮助您处理负面情绪 记住 人生中的正面和负面是相辅相成的 面对困难和负面情绪是正常的 重要的是学会应对和管理它们 并寻找快乐和积极的方法来平衡生活中的各种情绪 三 让自己积极起来 积极的人很少是不快乐的 行动吧 行动会带给你快乐 整天躲在家中胡思乱想 只会更糟 换上运动服去公园跑步吧 人生的境遇无法阻碍你获得快乐 让你无法获得快乐的 是你自己找的借口 你是有力量改变的 别给自己借口 积极的行动确实可以带来快乐和成就感 当我们采取积极的行动时 我们感到自信和有目标 这种状态通常与快乐相关联 行动可以帮助我们实现目标 克服障碍并获得成就感 当我们有明确的目标并朝着它们迈进时 我们会感到生活充满动力和意义 这种进展和成就的感觉会增强我们的自尊和幸福感 此外 行动还可以打破蓝散 消极和拖延的循环 当我们主动采取行动时 我们避免了被passively推动的状态 我们更能够掌握自己的命运 追求我们真正渴望的东西 然而 需要注意的是 行动并不总是能立即带来快乐 有时候 我们可能会面临挑战 失败或困难 但重要的是要保持坚持和耐心 并从这些经历中学习和成长 挫折和困难是成长的机会 它们塑造了我们的强韧性和智慧 从上所述 积极的行动确实可以带来快乐和成就感 通过行动 我们能够实现目标 克服挑战并获得成就 然而 重要的是保持耐心和坚持 并对失败和困难保持积极的态度 这样 我们可以在行动的过程中获得更深层的快乐和意义 四 拒绝过去的痛苦回忆 我知道过去你曾经历很多痛苦的事 遇到了很多不善良的人 你放不下 你怨 你想到就气 我也遇到过很多糟糕的人事物 毕竟这世上自私贪心的人太多了 但你别忘了 好人更多 不信你想想从小到大遇到的老师们是坏的多还是好的多 多数都是好的 同学或同事也是 只是但凡有一个坏的 就会令我们印象超深刻 不要再沉溺于那些来自过去的痛苦回忆 沉溺于过去的苦难 你只会把更多的苦难吸引到自己当下的生活中来 你一直放大负能量 就会吸引来更多的负面 这些经历可能让您感到愤怒 气愤和难以释怀 理解和处理这些负面情绪是一项挑战 但也是重要的成长过程 首先我鼓励您面对自己的情绪 认可您的愤怒和不满情绪是很正常的反应 允许自己感受这些情绪 但同时也要注意不要让他们控制您的生活 尝试寻找健康的方式来表达和释放这些情绪 例如与亲密的人交流 写日记 练习冥想或参加身体活动 其次 尝试采取积极的行动来面对这些困扰 这可能包括接受和放下 尽管困难的经历可能令人难以忘怀 但尝试接受他们的存在并学会放下过去的伤痛 这需要时间和自我疗愈的过程 专注于自己的成长和积极的经历 让过去的负面情绪逐渐淡化 寻求支持 与信任的人分享您的感受和痛苦 寻求他们的理解和支持 他们可以提供安慰 见义或新的视角 帮助您走出困境 培养积极心态 尽量关注积极的方面和幸福的体验 实践感恩的心态 关注生活中的美好事物和值得欣赏的人 积极的心态可以慢慢取代消极情绪 提升您的整体幸福感 学习和成长将过去的痛苦和挫折 看作是您的成长机会 反思这些经历 寻找教训和智慧 这样的转变可以让您更强大 更具任性 并为未来的挑战做好准备 最重要的是 要给自己时间和善待自己 愤怒和怨恨不会改变过去发生的事情 但您可以选择向前看 寻找自己的幸福和成长 寻求专业心理咨询师的支持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他们可以提供更具体的指导和帮助 寻找值得感恩的是 回想你生命中那些充满了仇恨 喜欢抱怨的人 他们都有什么特征 绝对有的共同特征就是不知感恩 谁对他好都是应该的 欠他的完全不需要感谢 对他不好就是罪该万S他们之所以活在黑暗中 就是因为没有感谢之心 有时没事就说谢谢吧 并不停地问自己 今天有没有值得感谢的事 当你问出口时 你就在搜寻值得感谢的人事物了 没有人对你的照顾是应该的 老公帮你买了晚餐 婆婆煮了饭 小孩向你撒娇 邻居夸你衣服好看 管理员帮你收了挂号 都值得感谢 就连你今天健康地活着 都该感谢宇舟 总在谢谢 我谢谢你一直陪着我 看住我的文字 也感恩我遇到的一切 就连我生在不幸福的家庭 我都感谢 湖南让我变得更自爱强大 活得一帆风顺的人生 也太没意思了 正因为我积极 感谢 生命给我的回报越来越多 我的人生像道吃干着 越过越顺 哪怕遇到不好的人 也会莫名其妙地消失 我没赶走他 他也因缘机会不见了 取而代之的是 更美好的相遇 只要你的心是正的 是善良的 一切都会好转 但若你的心是邪恶的 拥有的都将失去 不知感恩的人 就是在把自己 往黑暗中推 想要快乐 就要付出努力改变 如果懒得改变 只想躺平抱怨 那只能继续不快乐下去